大家好,我是靖湖资本创始和玩无忧,中国矿业大学2008级校友,也是最近大家一直关注的中国矿业大学捐款事件的当事人。 这次捐款的事,因为学校通过同山区法院对我发起了法律诉讼,成为失信被知情人,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。 在此,我给学校、校友、公众以及家人、同行、朋友圈致以深深的歉意。 是2008年进入中国矿业大学的,大学没读完就开始了创业,一直在创业的路上。 十多年来,我都以母校为荣,一直挂念母校。我的基金和公司都叫靖湖,也是来源于中国矿业大学,南湖校区的一个人工湖,靖湖。 2019年的6月1号是中国矿业大学110周年的校庆纪念日。 在此之前,其实学校并不知道我,也是偶然的机遇通过一名校友的介绍,与学校的基金会成员相识。 中国矿业大学在矿业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 在矿业领域之外,校友中做产业投资,搞基金的,其实并不多。 那时,我的业务也在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势头上。 学校与我沟通,提出,无忧,咱们学校110周年校庆,有没有机会给学校做一些支持和回馈呢? 通过我们双方的协商,我决定给学校做一些支持。 最早,校友基金会说,咱能不能搞一个十年五千万的捐赠? 我当时觉得五千万这个数字比较大,因为是110周年,我提出了1100万这个数字。 我最早提出,是否可以捐赠当时价值1100万人民币的比特币给母校。 母校说,学校无法接收比特币,数字货币也没有办法作为捐赠量化的标准。 于是我决定捐赠1100万人民币给学校,并在2019年4月份,校庆前夕到了学校签署了协议。 在决定捐款后,很短的时间内,我的比特币合约爆仓,数字资产几乎为零。 同时,在做出捐赠决定后的几年中,实体及资本市场、行业整体景气度下降。 净乎基金所投的股权项目,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,很难退出。 特别是疫情这三年,净乎基金的关键出资人也遇到了很多系统性的压力和困难。 新一期基金的发起,也因为潜在投资人对疫情和市场大环境的保守考虑,激进停止。 净乎资本艰难维系,我个人也陷入了巨大的困难之中。 这个过程中,我一直与母校保持沟通。 在2021年年中,我向学校提出一项解决方案,将我在净乎基金管理人占有的46%的收益权捐赠给学校。 学校表示无法或不愿意接收基金收益权,希望以现金的形式进行捐赠。 我们双方的沟通于是陷入了困境。 之后,中国匡议大学通过学校所带地,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我发起了诉讼。 尽管我本人目前的确遇到了巨大的困难,但在这里我向大家保证, 我会坚定不移地履行我的责任,想尽一切办法将一千一百万的捐赠款落实到位。 不辜负学校、校友、公众、家人、同行和朋友们对我的期待。